歡迎回來論文案 大家沒有忘記的林志堅 小智現在的生活如何 他在法庭上 說自己很辛苦 好慘 終於抄襲案要讓林志堅 鬆口氣了嗎 余正煌調查員撤告了 不過一開始還被操作成 是他自己撤告了 結果後來搞了半天 我們現場來賓楊明 也在把法庭上的原貌 重現一次 也就是因為林志堅示弱了 同時也表達歉意等等的 那麼雙方在法庭上達成和解 那麼同意撤告 是余正煌的決定 但是要同意捐款30萬 到指定的公益團體 也是林志堅這裡做的承諾 同時也發表了共同聲明 就是道歉的意思 充分溝通化解歧見 表示過去一再說 我要佔清白 我一定要佔到底 這也是蔡總統叫他繼續佔 結果現在不站了 不站了 我跟妳一起和解了 道歉 以前他還喊 不再堅持論文是要原創了 認了 在法庭上 同時還多次喊 桃園本來是我的 這個羅志強就有意見了 他待會兒就要來談談 自我余的 桃園是誰的 和解過程的小插曲 他一直向法官發名片 他現在名片不知道是什麼 我很好奇 名片的Super頭銜是什麼 還一度要跟余正煌握手示好 很明帶的風格 但是余正煌拒絕了 那麼一開始一直說 論文是他原創 那麼余正煌就提出很多的證據 就好像在學輪會上一樣 提出楊玲儀等等三個人名 讓林志堅一度表情歪曲來形容 歪曲就是說那為什麼都是這個楊玲儀在 發意沒有跟老師討論等等 那他也不斷強調自己是受害者 很可憐 因為本來桃園是他的 那後來沒了 那余正煌還是法官主動提醒的 那請問余正煌的受害 他不但被調內勤之外 烤雞被打儀等 最近還被監察院調查當中 平時之間說 我現在沒有能力幫你什麼 他什麼意思 他可以不要幫他什麼 當初這個調查是不是他造成的 不知道 但現在這個話好像有點 騎乎乎看我的相談 他給他一個 所以我沒辦法幫你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 原本的和解條件是什麼 就是要他在民進黨中央 你從哪裡開始 就是哪裡要結束 民進黨中央公開道歉 要登報道歉 然後加上兩百萬元 捐給MeToo的性騷擾受害者 不過最後他說公開道歉他有壓力 這個壓力是什麼 當然是來自於民進黨囉 然後可以在調解庭當中對你道歉 另外捐款的部分沒有辦法負擔 因為去年7月以後就失業沒有收入了 那法官橫濁他的相關財力能力 最後才減成了30萬元 那麼台大對於學術界的影響也很大 台大立刻也對於這個林志堅條款 正式上路了 尤其上國發所很多的校友 都覺得面上有無光 現在以精進學位論文品質辦法等等 來限制之後的論文要合審的 這個過程將會更加的嚴格 但是他留下來的爛攤子在新竹 還沒有結束 金玉其外 敗蓄其內的公共建設 你看看新竹國際風箏場又來了 這太瘋了 居然在這個國際風箏場 要比賽風箏底下 挖出什麼 挖出內衣 挖出馬桶鈕 你看還有寶特瓶等等 變成最大廢土場 這些磁磚 磚石 這些廢棄物被發現 就在這個花了很多錢 蓋的國際風箏場 又是一個新竹國際五星級市長 幹的這個風風光光剪彩的項目 國民黨記者會裡面就揭露了 這個五花八門 就好像新竹的最大氣土場 不要忘記 過去這個民進黨 曾經要高橫安道歉說 風箏場 挖 你挖 如果沒有大祕寶的話 你要道歉 現在通通都挖出來了 請問林志堅要道歉的 可不只有一件論文案 還有後面的各種飛氣物 還有棒球場還沒結束 民進黨新竹議員講什麼 他說這些可能是 不肖人士請到的廢話 當然是不肖人士到的 不肖人士是你官方嗎 還是建設過程的包商出問題 他就說建議市府要比較過去處理 國際展演中心的模式 還原事實真相 那麼整個調查報告出爐的時候 楊林一說什麼 要求原文公開 還有新竹幫球場 正在後面等的 所以林志堅然對於民進黨 所造成的骨牌效應 其實還有對於市民的 他道歉 針對調查員是抄襲事件 但新竹市民整個權益影響 還很大 楊明 我先強調一下 製作單位CG上面 那個余振煌他不是余振煌 對 他不是余振煌 那是余振煌的律師 我必須要講 昨天有一家媒體拍到一個 說他是余振煌 那個也不是余振煌 那個是他們其實律師團 特別找了另外一位律師 假裝成是一個帶個 然後還在遮臉的 然後媒體就會以為他是 沒有 就會以為他是余振煌 然後他就 不是說余振煌穿他的律師袍 就是吊骨離山 然後余振煌自己 另外穿著一件律師袍 離開了法院 所以昨天余振煌 沒有任何媒體拍照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余振煌要把 就是說 應該說余振煌 知道整個過程 調解過程的人 要把這個過程 講出來的原因 第一個 余振煌在調解過程 沒有答應保密 就他已經當上講了 我一定講出去 這第一個 如果他的名譽而戰 當然 第二個 昨天晚上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昨天晚上 像我就在這個棚裡面 我們昨天是國民大會 直播到一半 突然說余振煌和解了 他要這個撤告 我查了一下 最早的一則網路新聞 5點59分就上線了 昨天傍晚5點59分 就說余振煌要撤告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余振煌在法 還在台北地院 根本還沒簽字 那個聲明都還沒簽字 他簽字的時間是大概6點20幾分 等於說將近半小時後才簽字 為什麼有人急著要把這個訊息放出去 這裡面有人操作 所以因為余振煌事後他們覺得 包括他的律師團覺得 有人在搞小動作 你要和解 結果你還在搞小動作 所以他們決定把調解的內容過程 就直接把它轉述出來 裡面第一個 發明片我覺得就是一個 把它跟過去 這個很符合林志堅的模式 在法庭發明片蠻少見 他在學輪會也是發明片 大家還記得嗎 他去中華大學學輪會也是發明片 那當然這個一開始 我的了解是余振煌 他開出的那三個條件 包括要林志堅在民進黨 中央黨部開記者會道歉 登報道歉 然後還要捐200萬 去給MeToo的這個說話 他開這個條件 用意是我不想和解 他是知道你不可能接受 所以他開這個條件 用意是不要和解 可是在談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林志堅 包括你看他講到說 我是原創 然後余振煌馬上打臉說 我講誰誰誰 梁靈怡還有誰 你還敢講嗎 然後余振煌這時候突然 那民調資料就改口了 說民調資料是我給你的 沒有 那是陳明通給我的 而且我有感謝過你了 這個有民調資料 也寫不出論文 沒錯 對 好 一樣 余振煌見招猜招 一個一個讓林志堅 講不出話來的 臉都歪了這樣 結果林志堅 可是我受害 我這個事情對我受很大影響 桃園本來是我的 我後來就沒了 然後余振煌這時候很生氣 他說你的生涯就是你的生涯 我的職涯就不是 我被怎麼樣 我被烤雞打了一等 我被調職 我現在還被監察院查辦 講到監察院這個 這個有可能是秋後算帳 因為監察院在查的一個案子 余振煌上個月接到監察院 去約談的通知 然後這個案子其實是好幾年前 調查局政風處已經結案 已經調查查無不法的 這時間點突然又在查 又在查 所以余振煌會覺得 很不公平 你們在怎麼弄我 然後你現在在那邊說 你是受害者 然後結果林志堅 可是我沒有辦法幫你 好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要強調的是 即便最後 為什麼余振煌接受願意和解 是因為林志堅不斷的強調 他希望事情往前看 我今天我很希望能夠跟你達成 這個調解 他有不斷的示弱 甚至強調 我不能公開道歉 但是我可以在這邊跟你道歉 所以最後余振煌覺得 他還是 他畢竟還是調查局的調查員 他的日子還是要往前走 所以最後同意用一個共同聲明 我想這個很多人覺得 余振煌怎麼就說回去 沒有 他其實你要看整個聲明就知道 是余振煌拿回了尊嚴 而林志堅認輸 林志堅說他自己受害者說 桃園本來是他的 好 強哥聽起來如何 我覺得林志堅自我於何地 我都不敢講桃園本來是我的 我覺得林志堅你憑什麼 其實代表林志堅他的心態 其實我覺得也 也滿奇怪的 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你看林志堅其實裡面 很多話也都突出玄機 你看當余振煌講到他現在的 悲催的遭遇的時候 我們林志堅說 我現在沒有能力做什麼 那代表你以前很有能力 你以前很有能力做了些什麼 我跟他做了些什麼 很簡單 在民進黨局檔護航林志堅的時候 確實他們還滿有能力的 為所欲為霸 第一個他被調內勤 余振煌被調內勤 然後考機打儀等對不對 然後剛剛雅敏也講 現在監察院秋後算帳 查水錶追殺他 監察院突然出來調查他 監察院基本上就查水錶東廠 我也被他查過 只是他那時候查的灰頭土臉 可是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今天去看到 這個整個的共犯集團 就是非常可惡而囂張 他今天就欺負于振煌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 我非常非常能夠去體諒 跟諒解于振煌現在的處境 我也當過公務員 兩年的公務員 小公務員 小公務員說真的 一輩子其實你最重要是什麼 你的工作 第一個能不能保住是重要 第二個你在工作過程當中 如果上面對你不高興的時候 你會被一直整 一直整 一直整下去 那你叫余振煌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坦白講 我覺得這個和解 我認為真的 我覺得余振煌是背了很大的壓力的 那在和解裡面 也確實像楊明講的 他也要到他要的東西 余振煌也沒有要什麼 今天又要你的道歉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站清白的林志堅 道歉了之後就是 他就不會再轉那個手了 是非可以這樣子顛倒嗎 他沒辦法再轉 因為是非就是被你顛倒的 那我回頭再講 我覺得林志堅 你也不必那麼悲催 你剛剛講什麼說 你去年七月就四月到現在 不用擔心 為什麼 你現在的狀況講白了 你的論文抄襲 在我看來 在民進黨標準是小事一樁 不要擔心 我們的論文抄襲的 鄭文燦都可以當行政院副院長了 你擔心什麼 只要政黨輪替 來日方長 什麼 他部長跟國營事業董事長 最基本的版本 市長老師怎麼看 是不是其實林志堅還欠 新竹盛名一個道歉吧 你看看這些廢土 這些莫名其妙的公共工程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看起來好像林志堅 就得了便宜又賣官 一副很委屈的那個樣子 所以你看他就是一個屁孩而已 然後那邊一個 我都跟你講 等久就是 派系的等久就是他 家天下 然後錢用不晚了 還裝可憐 OK 那花又說回來 我先舉個笑話 說你知道 我記得他有一個女演員 然後忽然有一次他出CD 那敢不敢講 那他還講 就是CD 他也可以出 就是嘴巴去湊對不對 大概我們現在看得到 花又說回來 林志堅就是這個樣子 光鮮的樣子 包裝出來的形象 小英就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沒有讀稿劇就不會 所以民進黨現在看起來 就一堆草報就是這樣子 我會覺得說 我現在還忘了 我就先講一下 就是說我擔心 因為現在最近 因為性侵 性騷擾的這個部分 忘了 今年 明年會有九合一 明年會有立委選舉 那為我們本來不是 磨刀戶戶的那些準備好了 不要忘了這件事情好嗎 那些說要選立委的那些人 我們應該要把它準備拿出來好嗎 好 OK 就是他學問論文的這個部分 不要忘了這件事情 我會講說環保應該是 民進黨一個算是很重要的 一個社運的一個部分 然後你挖新竹這個部分 你挖土去賣 然後賺一次 然後填土又賣一次 然後又可以去拍照 然後去那邊做人設立 育於三吃 天下有這麼好的事情 還有很高很高的補助款 中央補助款 所以你看 育於三吃 可以做這三件事情 天下